话说这难得的11国庆长假能与中秋佳节撞在一起 可原本7天长假外加3天短假合在一起了 却变成了8天的假期 不过好歹它也是放假嘛 对于工作党来说 这也是除了年假以外 可以自由支配时间的最长假期了吧 那国庆长假不知道小伙伴们有什么样的安排呢 是打算出门见识一下人山人海 还是宅在家里面去享受片刻的游戏时光 欢迎大家把自己的选择打在公屏上 让刚刚吃过中秋月饼 就急忙赶回工作室拍摄节目的二斤羡慕一下吧 其实如果大家选择在这个假期出门旅游 即使是被堵在高速公路上面 或者是厌烦了各大旅游景区门前的排队长龙 只想回酒店休息 那也是可以轻松享受游戏带来的乐趣 今天的二斤自制就来看一看这样一款游戏笔记本吧 现在二斤身后放着的就是 惠普欧马暗影精灵6游戏本锐龙版 那听名字的话 大家肯定就知道这款笔记本的特点了 很明显 那如果2020年会有科技区弹幕热磁排行榜的话 AMD YES 这六个字母一定是榜上有名了 我手上这台暗影精灵6锐龙版搭载的处理器 正是锐龙74800H 搭配的显卡则是RTX2060 但这配置听起来就像是甜品级别的定位 那我们先来看看这台笔记本的外观 A面极其简阅 正中央放着一个全新的OMEN LOGO 这样子的LOGO我还是蛮喜欢的 蓝绿渐变镜面效果非常漂亮 简单的中方形状 但看起来也十分精致 那我们单手翻开笔记本 B面放置的就是一块15.6寸的IPS1080P屏幕 刷新率达到了144Hz 这些年随着电竞的逐步火热 人们对于显示器的要求也是越来越多了 那游戏本 你要是不配备一块144Hz高刷新率的屏幕 出门你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 那这块屏幕除了有高刷新率以外 色彩表现也十分出重 通过红蜘蛛校色仪的测试 我们这里可以看到这块屏幕 可以满足97%的SRGB色域覆盖 普通模式下最大亮度可以达到346nit 色调响应与灰阶的表现也完全及格 色准方面最大DiotaE 5.33平均DiotaE仅有1.19 这样子的屏幕素质完全满足日常的游戏需求了 C面键盘自带白色背光 这点是我非常喜欢的 如果是鼠标或者是耳机这样子的外设 上面配备RGB的话我个人还算是可以接受 毕竟这样子的灯光也是给别人看的 自然是怎样炫酷怎样来 但键盘背光的话 更多的还是为了让玩家看清键盘字样 太过炫酷的话 反而有些影响人的注意力了 白色背光还是最实用的 那这台15寸的游戏本 这个尺寸显然是放不下小键盘数字区的 键盘整体手感还是不做的干脆利落 键程上也不算短 就是空格键的手感稍微有一些肉 而键盘下方的触控面板的确面积不小 同时支持Windows精准触控 满足简单办公需求的话还是没有问题的 来到暗影精06锐龙版的侧面 右侧放置着两个USB Type-A与一个Type-C接口 它们都支持USB3.2G1协议 最高能够达到10GB每秒的传输速度 此外还有一个迷你DP1.4接口 在笔记本的左侧放置有一个电源接口 一个RJ45网口 一个USB3.2G1接口 一个HDMI2.0接口 一个3.5mm的音频输出接口 一个标准SD卡槽 我们可以看到这台笔记本的整体拓展性 十分的强大 由于Type-C接口同样是具备视频输出功能 所以这台笔记本最多可以同时拓展三块外置显示器 加上本身自带的屏幕 就会有四块屏幕同时展现内容 说实话拥有这样子的视频拓展能力的笔记本 二斤还是第一次用 所以我们甚至可以拿它来进行三连屏的游戏 而笔记本侧面两个自带的音箱 支持BANG Larson音效 日常去打打3A大作能还是非常不错的 完全够用了 而如果想玩竞技类游戏 接上耳机之后 同样可以使用自带的DTS Ultra 3D功能 来模拟一下环绕音效 不管这些功能用不用得上 至少它是考虑到了玩家们的感受 五 JIM cis 来 社群 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台笔记本的地面 可以说看上去相当的朴实五华 整个底面接近一半的空间都被超大面积的散热开孔所占据了 散热规格上也用到了双风扇四热管的设计 其中有一根热管藏在散热器背后 这样子的规格也能让这台笔记本搭载的锐龙7 4800H 与RTX2060有更大的性能发挥空间 在室温24度的环境当中 打开笔记本狂暴性能模式 经过二斤的实际测试 A66410分钟IPO单烤之后 这颗8核心16线程的处理器 在全核心3.4GHz 功耗45W的状态下温度仅为78摄氏度 而如果在IPO和Fillmark双烤下 10分钟之后 CPU频率维持在了3.24GHz 功耗45W 温度为91摄氏度 而显卡平均功耗达到了95W 极限最高功耗可以能达到100W 此时频率是1530MHz 核心温度为71摄氏度 笔记本的整体风扇噪声为54-55分费 此外我们能够看到这台笔记本携带的电池达到了70W 这也导致笔记本整机的重量达到了2.1公斤 并且它采用的是双M.2设计 左边自带一块512GB的三星PM981A 内存方面也用到的是两根8GB 3200的三星内存 一起来组成双通道 这台笔记本也是用到了AX200这张WiFi6的无线网卡 内部用料说实话还是不错的 在电源方面 笔记本自带的电源适配器功率达到200W 出门在外 短时间办公或者是游戏 还是可以抛掉电源的 但如果是长时间去使用的话 那就一定得背上了 看完这台游戏本的外观也要来说说它的游戏表现了 这里我们使用的显卡驱动版本为456.38 Windows版本则为2004 这里我们先来运行的经典3A大作《古墓丽影暗影》 在1080P分辨率画质特效全开 并且关闭DLSS与光飞的情况下 我们能够看到最终结果达到了63T的好成绩 唱完这个游戏可以说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如果此时我们再打开DLSS功能 平平震耳还可以进一步提升 那除了这个稍嫌老旧的古墓丽影外 我们当然也要来试一试新游戏了 这里我们选择了《死亡搁浅》 毕竟是小岛修复的游戏 前段时间人气可以说是非常的高了 同样在1080P最高画质下 打开Ultra Performance DLSS选项之后呢 我们发现《暗影精灵6》锐龙版 在这款游戏当中 同样能够顺利稳定在60帧左右 看着好山好水好风光 送起快递来心情都要好上不少了 而到了多人竞技类IPS游戏CS GO当中呢 这时这块144Hz刷新率的屏幕就有了用武之地 同样在全高开特效下 这款游戏帧数普遍稳定在了130-140帧左右 稍稍降低一些画质呢 帧数就会更加高一些 顺利吃满屏幕的刷新率 游戏体验也就会更好一些了 那在游戏测试的最后呢 我们也要来挑战一下笔记本拓展三连屏 进行赛车游戏 分别通过HDMI、Mini、DP以及Type-C接口 连接到三台显示器之后呢 我们尝试打开极限竞速地平天四 游戏顺利以7680x1440的分点率运行了 那不得不说呢 这款游戏的优化的确做得还不错 仅用一张RTX-R2060 就能在三连屏模式下流畅的运行游戏 这也得益于这台笔记本拥有的三个视频输出接口 那我们这是有一说一 这样子去玩游戏呢 可真的比只用笔记本平面爽快太多了 最后我们进行了一些专业测试 首先来看一看笔记本自带的512GB三星SSD的表现 可以看到连续读取可以达到2800MB每秒 连续写入的速度也可以达到2400MB每秒 可以说是性能还是不错的 毕竟是PM981嘛 而我们这颗锐龙7480H R15与R20的最终多核跑分为 1848和4284 单核成绩为178与477 Blender实际渲染一张BMW测试图片 用时仅需3分21秒 而在X264测试当中 也能够达到53.3T的成绩 那到了Vray Benchmark里面 CPU得分是8259分 而TX2060得分159分 在达芬奇Bio读取测试当中 暗影精灵6锐龙版最高可以满足4K 60帧 或者是6K 30帧的剪辑需求 最后我们也按照惯例去运行和3DMark的跑分 大家来自己看一看就好了 总的来说 这台暗影精灵6锐龙版 二斤觉得整体性价比还是不错的 无论是CPU GPU还是屏幕上的选择 都能看得出主打的便是甜品级市场 够用的性能与够用的屏幕素质 对于大学生群体或者是刚刚进入职场的小伙伴们来说 都是个不错的选择 毕竟这虽然是它游戏本的 但它足够简略 足够内敛 无论是用作打游戏还是去办公 它都是可以胜任的 好 那我们今天的测评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二斤所有小伙伴的收看 如果大家觉得Gate到了 就请为二斤点赞三连或者分享给你的小伙伴 如果没有关注二斤的话 戳一戳上方的关注 打开你的小铃铛直击我们的更新 我们下期再见吧